周少晨同学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你觉得男生普遍的心里 最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我以前觉得长头发女生 特别有 特别 我对长头发女生特别有感觉 但是最近发现短发女生也可以超级有吸引 另外一个就是不只是头发 还有梳理 就是就是自己怎么打扮吧 就说一般怎么穿着 也不一定会打扮的女生 我对打扮这点没有太大的 太大的感觉只要能配得上 配得上某某人的气质就行 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衣服 衣服不是最重要 因为人可以随便换衣服 一定是漂亮的女生最能吸引她的眼球 肯定 肯定 但是 对加一点 外表不是肯定是很重要的 但是还有一个我自己觉得不能缺少的 就是对学习和对人的一种态度 就是至少人的心得是好的嘛 对吧 也是善良的嘛 普遍的中学生 去走进 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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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这是很重要一点 什么人配得上什么人嘛 但是 外表肯定是一大部分 还有我觉得一个蛮大一点 就是身高 身高 身高 因为你不可能一个特别高 一个特别矮 很怪嘛 有什么觉得 所以 身高是肯定一个不可缺少 不可缺乏的一点 就是 不可以走进 但想走进的女生 是你最心仪的 对吗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 只能 就是 选 选 同伴的时候 就是一般 是选 自己能够 能够 承受得了 那种 就是能够 什么承受得了 不能够配得上 那种 不能 看得太高了 这一点也是 还有 我觉得 我对 不管是 白白人 华人 或者 黑人 我都 不太 不是太 没有什么 种族上的一个 借地 对 还有一点特别重要 就是 得 至少 跟我有 有一些同样的爱好吧 或者至少能谈得到 爱好 谈得来 嗯 普遍的 你认为 处于这个年龄段的男生 普遍不要 如果 外表 学习 为人 家庭 普遍的 你们这个年龄段的 排序 会给他怎么样的去排序 对 我前面加一点 作为我们 这个年龄段 学生有可能 有些 不是 不会怎么注重成绩 那一点 和 文人有时候 看不出 看不太出来嘛 得先 嗯 沟通了解才能 接受 所以最大的一点 还是 学习好不好 并不是最重要的 对 或者是说 没有第二 只是外表漂亮 吸眼 哇 那就是心目中的女神 普遍的心理 是这样子吗 是的 好 好 那我再问一个 相反的问题 作为 这个年龄段的男生 嗯 从心理上 普遍 最不喜欢 什么样的女生 哦 呃 普遍的男生 我可不可以先讲我的意见 因为 那样我才能有可能 嗯 更了解 更 说出来我最普遍的 我觉得 我最不喜欢 就是那种 呃 嘴巴特别碎的那种 就可以 什么事情她都会 去 呃 那是成熟男人 成熟男人 最不喜欢嘴巴碎的女人了 那你们这个年龄段 也是这样子的吗 不 这只是我自己的概念 我不是嘴巴碎 我是觉得 不喜欢那种总 老是 老是 嗯 说一些很 怪的那种 表达的那种话 说一些啰嗦的话 不 不是啰嗦 这个词 我 我觉得得得用 嗯 不恰当说 说不恰当的话 反正就是 让人感觉超级别扭 说话不得体 说话不得体的女生 是你不喜欢的 嗯 说话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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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说话一般都是 跟行为联系 嗯 你对你的中学生 你对你的同龄的中学生朋友 你会 关于早恋这个话题 你会有什么样的 一个建议 我 我自己没有太多建议 没有太多经验 但是如果要我给建议的话 不要 不要过于的去奉献自己吧 你的 你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 尽量呢 还是不要再让早恋在中学的这个阶段降临 嗯 可以这样讲吗 嗯 但是如果来了 也用开放的心去接受它 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 好 但是 不是最好不要 如果 如果有能力去 而且 而且觉得 呃 觉得想试试也可以 嗯 你刚才还讲到了 就是说中学生呢 尽量不要过分去沉溺于早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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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